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这里 凤九顿了一下说 其实我也不是让你寻思 只要不乏得那么重 东华没有说话 脸色却越来越阴沉 使得凤九的话后面的话未能说出来 他不明白 他都已经如此了 东华为何反倒更加的生气 凤九看着东华阴沉的脸色 结结巴巴地问 弟弟君 你你怎么了 小白 你就这么在意元真 东华的声音也冷得能让人结冰 这这件事不管怎么说也与我有关 凤九咽了一口吐沫 他觉得现在的东华有些可怕 他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只得将他姑姑搬了出来 何 何况他是我姑姑的徒弟 我姑姑曾经嘱咐我要关照他 看在我姑姑的面子上 就不要开除了好吗 东华紧紧地盯着凤九的眼睛 昨天那个韩夫子确实在之鹤的陪同下来向他建议 说着元真着实恶劣 必须要严惩 应当将他从书院除名以警示其他的学生 他当时只是说句 知道了 今天也不知道凤九从哪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看着很是紧张的凤九 凤九如此 在意别的男人让他极为的不高兴 然而真的要开除元真 又必定会惹凤九伤心 何况凤九说的有道理 这件事他也有份 如果处置的过重 不定哪天再将凤九翻出来 届时便不好处理 凤九和他在一起后虽然过得很开心 可他也注意到当凤九 有时当一个人的时候便会犯愁 还会醋眉长叹 他几次提出要去青秋将他们的事情告诉凤九的父母 也都被凤九以各种借口挡开 使得他实在搞不清楚凤九究竟是怎么想的 帝君 你现在有些吓人 凤九鼓起胆子说 东华极为罕见地用手揉了揉自己的眉头 缓和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这才说到 元真的事 只要赵章办理即可 那 那不会开除他吗 你就那么害怕元真被开除 毕竟是被我害的 他要是被开除了 总归会让我觉得有愧于他 也不好向姑姑交代 凤九说得极为的真挚放心 我不会开除他的 东华帮凤九理了里头发 轻声说道 得了东华的承诺 凤九也终于放下心来 不管怎么处理 只要不开除就好 凤九喜笑颜开 搂着东华的脖子跳起来了 帝君 你真好 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后 就急忙跑了出去 我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凤九没有注意到 东华的脸色虽有所好转 但那双眼睛却越发显得深邃 整治了夫子 这思过肯定是少不了的 再有就是罚超佛经 对于这样处置 韩夫子自然极为不满 认为惩罚太轻 无奈这是帝君亲自做出 也只得作罢 凤九则觉得他对元真也算是人之意尽 元真若不是范骏 何至于被抓到 被抓到后还竟然就承认 在凤九看来 姑姑这个师父做得相当的不称职 竟把元真教得这么笨 这次就算给元真点教训 以后他得让元真少读点书 东华依然想着在下个旬假带凤九回青丘 凤九则想了一个托词 他对东华说 你不是说岳墨要带我去碧海苍林看铃鸟跳舞吗 等看完跳舞 我们再回青丘 你得先兑现你的承诺才行 要不然我怕你会赖账 我会赖账吗 东华问 会 以前你总是骗我 凤九很肯定地说道 那如果你赖账呢 东华反问 我怎么赖账 凤九笑着说 我连滚滚都有了 就算想赖账也不成 看来你是真的想赖账了 东华的眉毛挑了起来 如果你赖账的话 那我就拿着我们的婚书 叫上天君 去找白纸瓶瓶礼 凤九正要说什么 外面来人求见帝君 却是天君派人请东华前往天宫去议事 东华在打发走先使之后 转头对凤九说 我一去恐怕要几天 不如你陪我 我在上学 怎么陪你 乖 凤九拍了拍东华的脸 笑着说 我会想你的 凤九这段时间一直在发愁悬架那天不好摆脱掉东华 没想到老天竟如此帮他 正愁没借口就直接帮他把借口省去 他算计了一下 今天天色已晚 书院的事务东华也要安排一下 肯定是明天上午走 去天宫一天 议事一天 回来又要一天 最起码要三天 离下个寻甲也不过三天 上回找墨少界的塑形瞻还在他这里 也就是说 放学后他若直接走的话 正好碰不到东华 他也想过在东华走后便请假回青秋 但如果老爹他们问起为什么要请假 这借口不太好寻 他暗自希望天君这个事能意的酒一先 等他从青秋回来再说 在送别了东华后 凤九开始筹划回家要怎么献他姥姥和老爹说 他觉得这个是不妨就实话实说 就说东华帝君替他挡了天结 他以身相许以报此恩 他们青秋向来讲究的是恩怨分明 这有怨的固然要柔罢柔罢的加倍 偿还回去 这有恩的自然也要全力报答 说的时候再婉转一些 这样的话不管是姥姥和老爹都说不出什么来 和老爹说的时候最好把小叔也叫上 这样老爹就算要发火小叔还能帮着劝着点 最为难的部分得以解决让凤九的心情大好 这一天都高高兴兴的 放学后与阿兰若相约去找支月 元真要被关三个月 支月的心情肯定不会太好 他们一起去安慰安慰他 还未到丙愿 就看到支月急匆匆地往回跑去 阿兰若叫住他 支月公主出了什么事吗 支月一见是他们 便冲他们叫道 不好了 元真被人打了 凤九和阿兰惹都是一愣 元真不是去面壁去了吗 怎么会和人打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凤九问道 元真不是被关了吗 一时间也说不清楚 支月急得声音里都带出了哭腔 他们就在那边 我得去找夫子 说完 他赶紧去搬救兵了 我去看看 凤九说着 顺着支月指的方向赶了过去 打架的地方是个小湖边 只见在一棵大柳树下 三个青年正在围攻元真 元真的身手不差 但双拳难敌四手 何况他面对的是六只手 且这三个人的身手同样不差 等凤九和阿兰若赶到时 元真就只剩下挨打的份 凤九平生最恨的就是一多七少 见此情景 二话不说 驴起袖子就加了入战局 林霄宝殿 东华正听天军讲南荒所发生的事情 当年成天台仪式 东华曾经向天军承诺 如若南荒有事 他会出面 这次之魔族 和亲之魔族已经对峙了有十天 使得整个南荒的局势都跟着紧张起来 正是他兑现承诺的时候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